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雄安站 雄安新区有河北省最大的湖泊白杨殿 雄安站设计理念的灵感就来源于水 从上向下俯瞰 车站整体呈水滴状椭圆造型 屋顶中间微微隆起 分布着很多平行的条状物 像是风吹湖面泛起的波纹 屋顶铺设了4.2万平方米的光伏面板 使雄安站成为一座汇发电的火车站 平均一年节约燃煤1800吨 大大降低了能源的消耗 雄安站地上三层 地下两层 共五层 总建筑面积47.2万平方米 相当于60多个足球场那么大 从上到下 依次是高架候车厅 站台层 地面候车厅 商业开发区 和城际轨道交通的预留空间 站台采用装配式工序 很多零部件在其他地方生产好 运过来直接组装 站台两侧安装有吸引强板 能将火车近站的噪声转化成热能 降低噪音的影响 雄安站的站台总规模13台23线 11个站台23条线路 分三部分 金雄厂7台12线 金雄厂4台7线 R1R2快线厂2台4线 采用无炸轨道 用混凝土和沥青的混合料 做成的整体基础 代替了传统的碎石头倒床 避免了碎石飞溅 平顺性好 使用寿命长 列车的运行时速可达350公里每小时 好了 雄安站今天就了解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